新城相公所10号举办了联合捕鸟祭活动 驻轴是传承文化与记忆 除了传承原住民族的捕鸟祭文化之外 还加入表扬部落事务热心服务的族人 透过表扬方式鼓励部落族人 可以传承传统的记忆和文化 捕鸟祭则是在上午9点 有新人下的合理台集 从头目增现两代 在所谓头目及男性主人们进行祭典 中午的时候进行祭脑尊宣 分享狩猎物部落大商会 西藏香早期农作与种植水稻为主 在二期稻米收割期间 收割完成之后 农业们就进入休闲期 此次部落男性们就会相遇到部落外的野地捕鸟 这样活动源自于古老的习俗 一般称为捕鸟祭 捕鸟祭是我们阿梅族最重要的年尾的一个节制 男士阿梅跟北士阿梅各项文化的传统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都是为了来传承自己祖先所传流下来的一个文化 所以在公部门的部分 新人乡公所除了要来满足各部落 过去只有几只鸟 我们现在都几百只鸟给各部落 让部落都能够真正来享受到 来回忆当时祖先为了我们的丰收的稻米也好 我们所种的农作物也好 所设下的一些用足器 甚至其他方式来捕鸟 让这些鸟不得以来侵害我们的一个粮食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日 活动当中原民主义安排提前是比赛向上克力台 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贵宾一起来竞赛来吵乐性的气氛 同时也有弹弓传统技能竞赛 来体验早期祖先们如何运用弹弓来捕获鸟类 让大家共同来回忆 活动当中除了传承原住民主鸟基文化之外 更加入了表扬部落事务热心服务的族人 分配有各部落事务组长以及头目 加正班班长以及协任部落事务组长共济山三人 表扬本乡云住民优秀学子等等 透过表扬的方式鼓励部落族人们传承传统记忆以及文化 先加上和理调表是 云住民捕鸟不是一种生活习俗 而是生活基点一部分 透过部落齐老传承记点文化由来 以及传承主线的智慧 以换其族人们亦是免于有文化断层之余 随着时代变迁 保育观念生死人心 人也不发食物 因此新的相公所办理捕鸟基活动 其目的则是发扬云住民注重 记恼尊贤 团结合作的精神 记得中文贤外道